宜蘭童萬節今年登場吸引大批人潮 主辦單位今年把所有的水域區的設施全都換新 校稱的十五公尺高的水漾山蟲奏 內有旋轉水潮還有瀑布滑水道 讓遊客可以進行玩水 那下瀑布滑水道 遊客大聲尖叫 玩得不亦樂乎 二零一二年童萬節上午正式開幕 一早就有民眾來排隊入園 很多人都是全家出動 小便玩水 打水仗 游泳 大人泡水消暑 園區到處都是人 不少外縣市民眾遠道而來 漫入第十七個年頭的同萬節 汽水區全部設施都推陳初新 滑水道和水柱都經過特別設計 而這一座十五公尺高的水漾三重奏 不只立方體造型搶眼 裡面的設計也是大有玄機 第二層有一個水迷宮 那第一層的部分是有一個 讓遊客能夠體驗一個水流速度的一個人體洗衣機 這次同萬節展期四十四天 第一天就吸引大批民眾 國道五號南下路況 從上午到下午都是車多擁塞 主辦單位表示 同萬節期間會有客運業者加開的接駁車 民眾可以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以免塞車 記者薛家庭日間宜蘭報導 院航來了 議員